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重比赛爆出冷门 中国名将吴景彪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比赛当中意外失手 仅获得银牌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吴景彪的家人 请看记者从吴景彪家乡福建南平发会的报道 30号凌晨2点福建北部山区关庄村吴景彪的家中灯火通明 亲戚朋友把客厅围挤得水泄不通 到景彪登场时家人大声呐喊为景彪加油 吴景彪虽然以事举失败告终 仍然是银牌的获得者 对儿子寄予厚望的吴火金此时不免有些许失望 母亲陈东英则强人泪水 勉励此刻远在伦敦正在承受着更大压力的儿子 儿子你已经努力了 表现得很棒 没事 还有下次 继续努力 如果他给你打电话 你跟他 你打算 我给他说 参与了就行 不管金牌银牌吧 是吧 这个已经是我们家族的欢容了 对于银牌的结果 乡亲们仍然燃放了烟花爆竹 表示对这位优秀运动健儿家庭的祝贺 而对吴家来说 金牌与银牌 狂喜与遗憾 只是瞬间的差别